台下呼呼哈哈喊口号奏表演 就是要给台上的国阵大家长纳吉 来展现一下他们年轻人的活力与朝气 首相纳吉是大驾光临 到场为国阵青年团及女青团竞选机关主持开幕 那不知道是不是被在场的年轻磁场给感染了 纳吉在场上也表现得特别开心特别嗨 还告诉年轻朋友你们的心声他都听到 而国阵的竞选宣言一定会好好地保障年轻一代的未来 我们要考虑关注资金和资金 我们要考虑关注资金和资金 我们要考虑关注资金 我们要考虑关注资金 我们要考虑关注资金和年轻人 我们要考虑关注资金和资金 年轻人要工作机会 要增加收入要买得起房子 国阵的竞选宣言会通通包玩 年轻人的这些诉求 所以纳吉也暗示年轻的朋友们 投票时要想好好来投 好啦拉完年轻票 他在演讲当中也不忘取笑以下在野党 取笑什么呢 就是那个雪舟闹不完的水荒问题咯 为什么雪舟会有水供问题呢 纳吉说原因就出在 那不是国阵执政的州属 那去到柔佛州还在讲雪舟 看来纳吉心心念念 下届大选是非拿回雪舟政权不可了